滴順、咖啡、香蕾、醬油、醬油已經香蕩是高興的立法 為了可以將這些好的品質的農產來提供 高興的高山休閒農業區發展客位 是要請到專業的總補師 除了加在地店家利用高興的立法來製作好吃的素食料理 也來分享這個開餐廳的經驗 你把它單吃分離之後 整個價值會往上提升 學員專心聽到台中老師的感覺 確定結束以後 就用剛才老師的方式去試試看 因為這次除了開始做菜以外 老師也分享很多經營餐廳的祕訣 之後來上課的學員覺得收到很多 有收到很多收穫 包括怎麼把擺盤跟精緻 怎麼把它呈現跟一般的炒線炒的不一樣 讓它是走西餐的模式 包括蔬食 素食 還是分類都可以做到很精緻 就是說可以提高那個產品的價值 又可以做到服務價值 高興有六百 滴旋、咖啡、香味、醬油、醬油、醬油和香菇 為了可以將這些好評級的融資 來推廣出去 高興華山休憲農業區發展聚會 是要請專業的總補塞 利用這些食材來作作好吃的素食料理 也順便來團修 因應餐廳的薄薄 華山的六寶 然後結合蔬食的料理 比如說在地的蔬果 華山六寶的茶葉、咖啡、竹筍、香菇、蜂蜜 跟苦茶油 現在做一個蔬食 然後用在地食材 然後用加工品去呈現 比如說我們就衛生烤 還有綠竹筍 然後一個紅燒的素麵 加一個紅燒的湯底 然後一個包一個手工的石榴球 那加他們則大量自備 在餐廳的經營方面 跟呈現效果跟擺盤 還有他們審美觀念 包含什麼插花 什麼去做盤試 讓它更提升 讓客人願意再回流 到我們華山這個地方 另外因為感到現在收視的加工食品 是太多 因此這處總補塞所帶來的料理 是特別工具利用 實在本身的氣味來進行調味 在外面吃很多素滷飯 也是用豆包、豆皮 所以那種素食真的太多加工品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用天然的食材 比如說竹筍 然後菇類 新鮮的香菇啊 鮮包菇 多種食材香菇去做 它的料理 今天在這處最可以 大家可以做學到的東西 應用到自己的生活裡面 記者提供營 彩虹報道